夜世界十本终于更新了 不仅新增加了病种电火法师 而且还把主世界的X连弩搬了过来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首先当我们升到九本后 花费480万金并就可以升到十几大北营了 十几大北营会新增一个全新的防云建筑 X连弩 不过和主世界那个有些不同 夜世界的X连弩全身泛着蓝光 而且不能同时对空对地 只能在切换状态时选择要么对空要么对地 然后就是新秘种电火法师 这个可就牛大了 电火法师是地狱飞龙和雷电飞龙的结合体 可以在火焰状态和雷电状态下自由切换 在火焰状态下 它可以喷射出和单头塔一样的射线 专门针对高血量建筑 而在雷电状态下 它可以发出一道和雷龙一样的闪电链 一下就可以连锁四个建筑 那么继承了地狱飞龙和雷电飞龙的优点后 电火法师同样继承了它们的缺点 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技能前要时间太长 火焰状态下就不用说了 要等这个射线慢慢烧上来后 伤害才能高 而在雷电状态下 电火法师发射一道攻击 需要搓好几秒的电球 往往攻击还没发出来 建筑就已经被摧毁了 所以到时候具体怎么操作 看大家自己了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次一届世界十本更新的部分内容 后面应该还会有关于建筑和兵种升级改动的介绍 到时候再来跟大家汇报 感兴趣的话可以点点关注